圣经诗篇第六十六篇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,歌颂他们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,你的作为何等何为 一你的大能,受的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,歌颂你,要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,他向世人所造之事是可谓的 他将海变成干地,众民步行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,他用权能治理万物,直到永远 他们眼睛监察列邦,满意的人不可自高 万物啊,你们当清重我们的神,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生命传活,也不叫我们的脚遥动 神啊,你曾试验我们,以奥连我们,与奥连人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络,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展过我们的头,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凡制进你的电,向你还我的怨 就是在急难时,我嘴唇所发的,口中所许的 我要把肥牛壮凡制,将公羊的香制献给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凡敬畏神的人,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,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,主必不停 但神实在听见了,他则已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清重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要他的慈爱离开我 成言独笔,远上帝此不句子的话语 感谢观看